16. 星島日報 北京四十二道熊小仙蝦半小時西屬車站旅客中樹亡交警皮鞋燙開膠 2015年7月14日中國A211年中最熱的三伏天作起正式開始 北京全城開啟火爐模式 當日氣溫創下今年新高 局部地區突破四十二攝氏度 有傳媒嘗試將仙蝦放到戶外布勢 半小時即敲成熟客 據介紹 北京已經連續兩日拉響高溫橙色預警信號 天安門廣場地表溫度高達六十度 有執勤交警的皮鞋被燙到開膠 在北京南站 一名男子扣票時而中暴暴 昨天時中國農曆下跪日伏第一天 北京市高溫天氣來勢洶洶 大部分地區錄得三十七至三十九四時度 局部地區達四十度 視氣象局觀測數據顯示 在中心城區大觀園 最高氣溫達到四十二點二度 創今年以來北京氣溫新高 有市民氣稱 京城已經進入了火爐模式 天安門地表溫度六十度 發濟晚報記者當天大後揪曬 B天安門附近的戶外建新氣材進行試驗 上五十時許 氣材表面溫度已高達五十八度 將鮮蝦 豬肉片放到這套氣材表面佈曬 半個小時後 鮮蝦被烤成紅色熟蝦 兩塊豬肉雖然未達到烤熟的標準 但也已經曬出一層油漬 北京前日已經拉響高溫橙色預警訊號 北京南站一名男子在售票窗口附近而因縱使暈倒 身體不斷抽搐 醫護人員趕到為他作心外壓 但男子最終不治 有旅客稱 試發時車站人很多 空氣不流通 感覺滿熱 警方表示 男子死亡原因須監定 在天安門廣場一帶 地表溫度白天飆升至六十多度 一名七巡老虎中小雲島 躺在廣場上不省人時 所行執勤民警很快趕到 逃出藥物為老人緩解症狀 連續兩日預警往廣場一站 不用走路五分鐘就全身失透 天安門地區公安分局巡警大隊三大隊警長任建安介紹 由於平安行動升級 整個廣場沒有任何遮任物 兩小時下內能把人曬虛脫了 每個民警都隨身帶隔離形貌而轉 為自己也為了群眾 在廣場東側 因為地面溫度太高 郊景凡身旺的皮鞋被躺得開了郊 漢詩 上張開嘴的皮鞋 他笑完 雖習慣了 我的鞋有特別的散業功能 北京氣象局預料 此輪高溫天氣耐力有限 京城後天將迎來雷鎮雨 高溫勢頭會被接二連三的雷雨打壓 街市氣溫有望降至三十度左右 本部機者